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 也是最敏感的问题 那美国近年来呢 持续有人喊话 说中国大陆将会对台湾动武 那美国智库是听声忠心 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在接受专访时就认为 美国的智库圈和政策圈都已经出现纠偏的倾向 在经过俄乌冲突和新一轮的以哈冲突之后 美国不会接受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这是美国的底线 那美中双方会坐下来谈管控台湾问题 过去几年 美国时不时就会传出大陆对台动武的时间表 尤其以军方将领或者退役将领 预估的时间表最多 美国智库中国问题专家认为 一方面是美国特朗普政府以来的 对华政策方向发生了变化 另一方面是因为疫情导致双方 从政府到智库的面对面沟通中断 误判增加 对华竞争大背景之下 所有的政府部门实际上都是需要来 为自己的预算来考虑 那实际上对于这个国防领域跟安全领域来讲 那么为最坏的情况做打算 也就是为中美之间爆发一场大战来做打算 对于他们来说肯定是最重要的 那这样的结局会不会怀向战争的冲突 双方非常注重来进行管控的一个方向 也是为什么说这就金山峰会有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使命 就是使得中美关系能够稳定下来 美国不论是如何同大陆进行竞争的这样的一个条件下 美方都不希望同中国进行一次军事的冲突 孙宇说乌克兰战争持续近两年 中东冲突也在长期化 美国充分认识到现代战争 无论对谁都是一个长期负担 美国不会愿意因为台湾问题卷入一场新的冲突 现在恢复了这些对话和交流之后 这种声音会逐渐的降低会逐渐的消失吗 这种声音永远不会消失的 因为在美国对华政策的圈子里面 他也分锁中央 就是说最极端最保守的那一派 他永远会认为说大陆是要武力攻台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 第一我们要看政府的态度 第二我们要看政策主流的态度 现在政策的主流我认为 已经有这个纠偏的这种倾向 他说美国无论是智库圈还是政策圈 都认为中国大陆不可能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对台湾进行武力统一 中国大陆也会评估 只有能够确保即使美国干预 也能够取身的情况下 才会对台动物 和平统一仍然是当前的最佳选项 中美有意愿在防止战争 管控冲突的条件下处理台湾问题 中方在与美国的对话当中始终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敏感 最重要的问题 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利益 学正认为美方是清楚的知道 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敏感性的 美中有共同管控台湾问题的先例 美国的政策当中 也有与中方共同管控台湾问题的空间 美方不会一意孤行的 不顾中方立场去处理台湾问题 凤华卫视 霍文伟 刘健 北京报道